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《非诚勿扰》里那两个光头兄弟,孟非和乐嘉,他们把一个平平无奇的相亲节目做成了火爆全国的情感真人秀。 即使其他电视台都争相效仿,但也没有一档相亲节目的热度超过《非诚勿扰》。 这档节目到底有多火呢? 2010年,在那个湖南卫视一台独大的年代,《非诚勿扰》多次以碾压的姿态,超越快乐大本营等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,拿下了内地周末收拾冠军。 只要是听到那段熟悉的开场音乐,大家都知道那是《非诚勿扰》开播了。 这个节目并不仅仅纯粹是节目效果,后来经过统计,真的有很多嘉宾通过这个节目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这也让更多的人相信。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的存在。 《非诚勿扰》大火的同时,乐嘉和孟非也凭借这个节目成为江苏卫视的金牌主持人,一转眼十年过去了。 在现在的电视上,我们却只能看到熟悉的孟非,却再也没有看见过乐嘉,曾经的金牌主持究竟去了哪里? 身败名裂,惨淡退出迎评,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其实这些都和她偏激的性格息息相关。 乐嘉出生在上海,小时候她随父母搬到陕西,由于家庭贫困,父母也总是争吵,她的性格也慢慢变得有些极端。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家里有很多书籍,在巨大的阅读量下,她变得比其他孩子都会说话。 16岁时,乐嘉中学毕业,被分配到了银行工作,这份工作稳定而且轻松。 但她对所在银行铁窗里的日子感到十分厌倦,仅仅工作两年,她就递了辞呈。 在乐嘉参加工作时,孟非混得还不如他,虽然父母是电台干部,但是她却不愿意低头给儿子安排工作。 所以孟非去了印刷厂当印刷工,这是孟非一生中最低谷的时候。 而离开银行的乐嘉,生活却过得有声有色,她卖过房子和保险,后来又做过销售。 这个职位充分发挥了乐嘉会说话的天赋。 才第一年,她就获得了公司在宁波市的销售冠军。 一位领导非常欣赏乐嘉的才华,于是把她调到上海做销售培训讲师, 专门教人们如何销售产品。 1995年,20岁的乐嘉已经是春风得意,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讲, 同一时间的孟非生活也好了起来,凭借自己的努力进了江苏电视台。 不巧的是,那时候的电视台正在改革,新领导要求主持人竞争职位, 而孟非则经常因为收视率差而被骂得狗血淋头。 为了保住工作,孟非请求领导再给她一次机会。 孟非的真诚感动了领导,并派她主持了一个新的节目,南京零距离。 这档节目终于让她在电视台站稳了脚跟。 2010年,王刚策划了一场婚恋节目《非诚勿扰》。 据王刚介绍,这档节目需要一位能够适应各种突发情况的主持人, 而且最好能懂一些心理学。 孟非和乐嘉正好都非常符合要求, 再加上两个人都是光头,看起来喜感十足。 于是,这对搭档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 当时的乐嘉非常骄傲,根本看不上节目评论家的身份。 但没想到的是,这档节目却意外成就了她。 她和孟非搭档《非诚勿扰》时, 总会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犀利的点评。 然而她的点评却屡次生出事端, 有一次因为言辞过于激进,和嘉宾吵了起来。 甚至在一次点评中,还把现场的女嘉宾说得崩溃大哭。 而在乐嘉把现场的气氛搞僵实, 孟非却总能站出来, 她巧妙地缓和气氛化解现场的尴尬。 一个激进,一个情商高, 孟非和乐嘉成了节目最大的亮点之一。 然而,在2013年年初, 乐嘉录完她最后一期《非诚勿扰》就离开了江苏卫视。 从此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 一直到现在为止, 他们也再没有合作过。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, 让乐嘉放弃了正在崛起的事业, 离开了最佳搭档孟非和《非诚勿扰》。 据说两人虽然在主持节目上很有默契, 但是私下的关系却并不好。 曾有知情人士爆料称, 两人曾因为纠纷在更衣室里打架, 在工作人员的劝阻下, 两人才停了下来。 但是这则消息被官方澄清是谣言。 后来孟非在微博上写道, 留意一下身边的人, 你会发现所谓的激励往往就是嘴不好, 所谓的一针见血经常就是没有教养。 孟非的这段话像极了对乐嘉的评价。 后来乐嘉同样发了一条微博, 他引用佛教语录中的寒善的疑问, 这两条微博似乎成了两人关系破裂的证据。 乐嘉出走后的《非诚勿扰》虽然没有当年那么火爆, 但也在孟非的努力下稳住了收视率, 而乐嘉则在告别《非诚勿扰》后走上了更大的舞台。 仅仅两个月后, 乐嘉就先后担任了央视节目《首席夜话》和深圳卫视, 夜问的主持人。 后来他又相继去了超级演说家担任导师, 去了央视担任了不起的挑战的主持人。 然而, 没了孟非在一旁打圆场的乐嘉, 却逐渐圆形毕露, 彻底败光了在《非诚勿扰》时积累的好人员。 在《超级先生》节目录制的现场, 乐嘉就将谢娜一把搂在怀里, 说自己后悔结婚太早, 随后甚至还试图亲吻谢娜。 这样油腻的形象让观众沉默了。 2014年, 乐嘉在北京卫视录制《我是演说家》时, 现场直接开思华少。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虚伪。 他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华少。 作为曾经浙江卫视的一哥, 华少自然不怕他。 他不客气地回敬称, 如果要指控我, 请拿出证据, 否则我只能把你当混蛋处理, 形势比人强。 乐嘉见到舆论风向不对后, 又向华少低头道歉。 在另外一期超级先生的节目中, 他又情绪激动地指责宁静伤害学员。 宁静身为娱乐圈的老牌明星, 更是一点都不低头。 一番距离力争后, 乐嘉终于明白, 大姐大的地位也不是好惹的。 于是, 他又嬉皮笑脸地挽着宁静的胳膊示好,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乐嘉的人设彻底崩塌, 那看完乐嘉在《超级演说家》节目中录制的表现, 你一定会大跌眼镜。 因为他的战队, 有一名队员被淘汰, 他的情绪一度失控, 端着一瓶白酒就上了台, 而且还一边喝酒, 一边耍酒疯。 这个行为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吓坏了。 鲁豫让他闭嘴, 金星和窦文涛也都愤然离席, 节目录制被迫中断。 和他一起录制节目的鲁豫, 对他的做法实在是反感, 直接在采访中批评了自己的行为, 然而乐嘉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继续破口大骂, 窦文涛很好心地劝他, 但也是徒劳无功, 最后只能无奈停止了节目录制。 随后, 有记者采访了在场的金星,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金结, 也说自己当时吓坏了。 这样是刚刚是生气了吗? 没有,被尿吓出来了。 来劲了,来劲了。 哎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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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,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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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呀。 耍酒疯事件发生后, 乐嘉的人气急剧下降, 也再没有节目敢邀请他出席, 于是告别饮品的乐嘉又开始重操就业, 干起了原来的演讲。 几年前, 他在演讲时, 台下上万张座位都是座无虚席, 而在身败名裂后, 却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来听他的心灵鸡汤。 但这又能责怪谁呢? 没有了乐嘉的孟飞, 则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 后来孟飞主持了新的节目, 开了自己的小面馆, 取名叫孟飞的小面, 生活过得有声有色, 而大家也叫他孟爷爷, 表示对他的亲切和尊重。 他是江苏卫视不可或缺的支柱, 从辱不惊的人生态度终究帮了他大忙, 而如今的乐嘉却已经消失在电视上。 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商业演讲, 研究佛教, 虽然生活也很舒适, 但要和以前的风光相比, 还是相差甚远。 就在前段时间, 他的徒弟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乐嘉老师的视频。 从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出, 乐嘉身穿白色长袍, 打着赤脚教学生。 虽然乐嘉的讲座还是和以前一样, 嘴角挂着微笑,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却已经远远不如以前。 乐嘉在微博上吐槽说, 他这几年混得很糟糕, 以前做演讲的时候, 要是少于一万人都不屑于去, 现在只要有三千人他就去了。 孟非的新书《随你去》有句话说, 人生就是这样, 选择决定人生。 乐嘉和孟非在一个岔道口相遇, 成为相互影响生活的两个人, 但是他们在一个岔路口分开, 从此越走越远, 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 总而言之, 性格决定命运, 乐嘉终于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, 年轻时太过张狂, 不懂得收敛自己, 最后也只能四处碰壁。 在公众面前, 他不顾身份, 肆无忌惮地发泄, 被公众所不容是迟早的事, 或许仍有网友怀念他的主持才华 和凄厉的评论。 但像这样的九疯子, 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给年轻人 带来正能量呢? 你对孟非和乐嘉有何看法? 欢迎理性和客观的评论。